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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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初如此 现今如此 后来亦如此 永无穷尽 阿们 我们要赞美主 愿主知名得赞美 哈利路亚 主已经复活 来伯 我们要崇拜他 哈利路亚 我们同念 我们的愚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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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用诚实 真正的无敲鲍 哈利路亚 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作他的黄了 他死 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无事向上帝活着 这样 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看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我看自己是活的 哈利路亚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了碎鸟之人初熟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哈利路亚 经课是记载在使徒行转 第十一章 第一至到第十八节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 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哪会奉葛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你进入未受葛礼之人的家 我他们一同吃饭了 彼得就开口 把这事挨刺给他们讲解说 我在约拍成女讨告的时候 云游障碍 看见异仗 有一蜜降下 古像一块大布 系着四角 从天聚下 直来到我跟前 我定睁观看 见来中有地上四足的畜生和野兽 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我请听见有声音向我说 彼得 起来 宰了鸟 我说 主呀 这是不可的 犯族而不洁净的物 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 第二次 有声音从天上说 上帝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族物 这样一连三次 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当那时 有三个人 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 自从该撒利亚 差来见我的 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 不要疑惑 同着我去的 还有这六位弟兄 我们都尽了那人的家 那人告诉我们 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他屋里 说 你打发人 黄若柏去 请那 清夫彼得的西门来 他有话告诉你 可以叫你 我你的全家得救 我一开说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 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上帝既然吸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吸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 能难阻上帝呢 众人听见这话 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语上帝 说 这样看来 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灰改得生命了 这是上主的道 感谢上主 有词 请不吝点赞 许可,请不吝点赞 许可,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档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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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